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盛青时期的真实面貌 魏德曼探寻已经消失的遗迹 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历史依据 连年千里的运河从江南一路上行到北方 我们的先民究竟是如何克服重重险所 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 降落天宫 实践航道的流畅贯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寒沟为起点 大运河从扬州向北方的开凿 在到达淮安以后就变得困难重重了 由于淮安以北地区 年平均降雨量只有南方的六七成 缺水的自然河流便难以供给运河水源 水源成为了运河贯通的首要问题 为通舟到北京的运河寻找水源地 成为工程成败的关键 现在是北京时间 每天早上 王师傅起来的头一件事 就是烧开水泡茶 老北京人爱喝的花茶 一罐是得用滚开的水吸出来的 六十年的老习惯 如果缺这口茶 一天心里都不舒坦 供水一直是北京城的难题 有这样一个说法 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三杯水中 就有两杯是通过精密饮水渠输送的 2014年2月 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的精密饮水局 因为修建地铁正在进行节流改造 这段延伸至昆明湖的饮水渠道 在实体勘察与精密仪器测绘下 确定了一条如月牙状的无形时空线 然而 当工程人员着手设计饮水路线时 却意外发现 早在七百年前 此地就曾经有一条饮水渠 为北京城提供了水源 而且和精密饮水渠路线几乎是重合的 这让所有参加施工的工程师们惊叹不已 当时的北京城还叫做元大都 是元朝选定的国都 元朝政府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 修筑成以大都为终点 南下支达杭州的南北纵向大运河 这就是京杭大运河 但就在大运河修到通州之后 看似离京城只差一步之遥 却因为没有合适的水源 迟迟无法贯通 大批从南方运来的货物 只好在通州上岸 再转游陆路运输 这不仅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而且效率远远赶不上水路运输的方便快捷 为此北京城的码头绝不能止步于通州 最后的二十公里水路必须打通 这关键的最后二十公里水路 就是后来的通汇河 而全城负责此项工程的 正是当时的都水舰 元代最为杰出的科学家郭守靖 于是在北京周边地区寻找水源 就成为郭守靖的当务之机 从通州穿过北京城 再向北走约四十四公里 是昌平龙山的白浮泉遗址 白浮泉水质清澈流量稳定 一经发现郭守靖立即确定这里为通汇河水源 然而通州至北京二十公里陆路尚且艰难 郭守靖为何不在附近寻找源泉 却要跑到四十四公里外开凿饮水渠呢 原来北京地形西北高 东南低 白浮泉正好位于北京城北面的高点 可以自流流向东南面的北京城和通州 你要修一个渠道饮水 最好的方案就是用水自己流 水从高速往低去流 所以这个流呢 一个是要保证流向 但是又不能太早了 流太急了 水利工程师蔡帆 从1987年就开始了对北京运河 以及郭守靖饮水路线的研究 是一张当年郭守靖 通过白浮泵山河饮水到昆明湖 当时的泵山坡路线 这个地方是昌平东南市屋里的白浮泉 从这个地方修了个渠道 一直到泵山坡 六十二里的路程 再往下 一直就是供给大都城和金黄运河用水 从白浮泉到昆明湖仅有两米高差 却相距数十公里 面对高低起伏的地形 如何确定一条成地降趋势的饮水路线 郭守靖需要精确的测量与调查 由此他想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设定一个测量高度的基准点 零点 以海平面为零点 测量物体的绝对高度 这就是海拔的概念 郭守靖首先从海拔五十三米处的白浮泉 修一条弯曲的渠道 连接海拔五十一米的昆明湖 再从这里自流到海拔四十八点八米的北京城 和二十七米的通州 接入运河 为什么不能走直线距离呢 原因就是 在直线距离上 有两条自然河流 地势已低于北京城 如果水到了这里 将汇入河流 永远不会流向北京城了 只有相对高层是不行的 所以他就想起了 就是用海平面作为基准面 来相比 汴京大都和各个点的高层的差 是多少 这个差呢 就是绝对差 在郭守靖之前的时代 中国人只有相对高度的概念 但是当远距离比较时 常常出现计算误差 然而郭守靖对于这个零的确定 是以海平面为零点 测出每一处地点的绝对高度 是非常准确的 这个概念的提出 早于西方海拔理论的提出五百年 让我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在这幅古地图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运河上的这些饮水工程 很难想象 承载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运河 在很多关系之处 就是凭借了当时工程师们 独到的眼光和智慧的思考 最终将千泉汇成万水 实现全线贯通 只是这种饮水方式在山东境内并不奏效 千里大运河的贯通 遇到了新的致命障碍 1289年 原始祖忽必烈 要求郭守静开通汇通河 这就是京杭大运河贯通 最为关键的汇通河山东段运河 这段运河工程的难点在于 山东境内连绵的丘陵高地 挡住了运河北上的去路 令人棘手的麻烦是 假如要绕过这些丘陵地带 沿途找不到合适的水源供给 而更重要的是 这样做也违背了忽必烈的决心 开造一条最为快捷省力 直通首都的运河水路 身为水力专家的郭守静深知 如果要运河穿越丘陵高地 就必须找到海拔更高的水源地 实现水的自流 他率领自己的团队 翻山越岭四处寻访调查 最终把目标锁定在 距离山东几宁三十公里之外的 大温河 他们测定大温河的海拔是五十米 接着他们又测出运河穿越的 几宁地区最高点海拔是三十四米 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温河水引入锦宁运河 贯通将最终实现 但在波兰起伏的元代 汇通河却总是时段时序 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贯通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公元1411年 明代永乐九年 运河遇到了解开谜题的人 正是他缔造了运河上最杰出的水利工程 难忘水利枢纽 史书称这位民间水利专家为 问上老人白英 他的治水之册史料记载只有八十四个字 首句集是 难忘者南北之水极也 水极运河的最高点 原来汇通河穿越的真正高点 在海拔三十九米的南望 而不是三十四米的极宁 如何让大运河穿越这个最高点 成为工程权限的最大挑战 白英在冥思苦想之际 忽然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在温河的最高点 修建戴村坝拦截水源 接着从戴村坝开凿一条 可以自流的营水渠 通到下流的运河水井南望 从这里进入运河 左右分流贯通水井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轮廓分明的南望 分水枢纽工程遗迹 而且它不是一次建成的 在问上老人白英 做好基础规划并开始动工之后 建造与完善 却经历了从明朝到清朝的数百年光阴 这座及古人的奇思妙象和鬼斧神工的庞大水利系统 占据着中国大运河权限最为显赫的工程技术地位 正是在这幅古地图上 我们看到了南望枢纽最后的完整记录 清朝末年 运河停运 南望分水系统也逐渐停止了运转 今天仍然处立在温河上的带村坝 已经不需要向运河输送水源了 但是它的另一个功能 排水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每当夏季迅气来临 温河通过的洪峰流量 可以达到每秒1050立方 但是经过带村坝的洪水 并不会冲入运河破坏河道 而是流回原来的温河故道 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 带村坝是由三段不同高度的坝体组成的 南边滚水坝最低 高度与运河水量安全界限相平 温河水位上涨后 多余的水会从坝顶漫过 流回温河故道 北面玲珑坝比南面井高出零点一米 中间乱石坝又高出零点三米 经水力部门测量 通过三段坝体分级漫水 无论水位如何变化 始终保证了进入运河适水量 供水和排水的有效统一 仅仅通过调节坝体高度和宽度就可以完成 这种设计在没有精密测绘仪器的年代是十分惊人的 带村坝 之间用铁扣相连 再灌注一种类似现代水泥的物质 将大坝仅仅所为一体 这种类似水泥的物质 是一种听上去很神奇的材料 三合混凝土 1958年夏天 距德州西南约十二公里处的四女寺 出土了一座清代滚水坝遗址 当年还是孩童的王和平 曾经就在工地上捡到了宝贝 石灰 铜油 糯米汁 将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物质混合搅拌 再凝固成型 糯米汁铜油的加入 可以增加凝固后的粘合度和韧性 而石灰在胶质物质的帮助下 具有极大的抗压强度 据说凝固后和花岗岩一样坚硬 这种技术在很早的时候 就用于堤坝石桥等运河水利工程的修建 从运河上第一座水利工程的修筑开始 中国特色的混凝土技术 已经令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望尘莫及 寒沟的北端是一个叫做河下的古镇 倘若追溯他的年纪 应该有整整两千五百岁了 他与中国大运河同龄 河下的古墨口曾经是寒沟与淮河交汇之处 淮河水低 运河水高 所以在墨口足有北神宴 往来周转 必须通过北神宴 才能通行 作为人工河道 运河由于没有像长江黄河般的源头 通过人工补给的水量是有限的 在河下的古墨口 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相当于运河上的一处缺口 如果没有阻挡 运河水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地势较低的淮河直至断流 所以人们用一种分段筑坝的方式堵住缺口 将水逐断保留在运河中 这种蓝河坝式建筑也称为燕带 保存足够的水是为了保证通航 在今天江浙一带 我们常常看到用燕带命名的乡镇 村落 河段 可以想象的是 在古时 燕带这样的工程 在江南是多么普遍 这些遗留下来的地名 透露给今天的人们 在水运作为重要交通手段的地区 燕带曾经是保驾铺航 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 但河道里的水足够行船了 那船又该如何翻越这些燕带呢 这是现代游乐园里的海盗船 当年船只通过运河燕带时 比之更为刺激 而且伴随着的是真正的危险 1793年到访中国的英国马格尔尼使团 赴使斯当东 用日记和速写留下了生动的过代记录 首先是盘坝的艰难 一百人的力量 才能拖动一个大船 民夫背着绳子转动脚盘 将平底船拖上面带斜坡 过了至高点 船在自动作用下滑入另一侧阻道 给这位英国使臣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点 正是这座位于浙江上渝的曹娥燕 令人惊讶的是 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从这些遗留下来的钢筋混凝土中 已经看不出往昔人历过代的痕迹 但正是由于这种不变和危险 中国人再次利用水的规律 催生了一项更为便捷的发明 丹闸 丹闸 现代船闸的雏形 打开闸门之后 船只可以轻易通过 但是在缺水的河端 丹扇门一旦打开 会在瞬间流失大量的水 如果两侧水位落差大 打开闸门还会造成湍急的水流 由单闸向复闸的进化 可以形成一个水位稳定的封闭闸室 第一扇门开启放水 水位持平后 船只进入闸室 闸门关闭 第二扇门开启 水位再次持平 船只就可以稳稳当当地 进入另一侧的河道 同时将走泄的水量 控制在最低 法国 1681年 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法国南远河 开造成功 高卢人的梦想实现了 最初 法国国王的船队沿着运河航行时 曾经穿过了九个船闸 今天的卡尔卡松船闸 仍然保持了建成原貌 借助卡尔卡松船闸 今天的人们或许可以推测出 中国北宋帝国船队 通过运河上第一座复杂式的情景 为了确保运河的通航 中国人为了运河设计的各种水利设施 它们的成立 源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依赖 但是 在水资源或地形不具备水运条件之处 又必须克服自然因素 重建非自然力营造的水系 这种地方 往往演变化展成为各种水利设施 高度集中重叠的枢纽地区 2003年的中国淮安 诞生了一个新的工程奇观 由空中望去 京航大运河与淮河 形如一个巨大的石子 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 上槽下洞的水上利交 运输船队从上行的运河穿越 淮河从下方隧道中静静流过 在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撑下 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沿运河往西北去30公里 有一个被称为清考的地方 百年前 这里曾经是运河上水利工程设施 最为复杂和密集的枢纽地区 自宋代初期 黄河改到清考 再到1855年 黄河再次北起离开 共七个多世纪里 清考已知是运河 淮河 黄河三河交汇的中心 打开清康熙道咸丰年间 清考地区的渔土 可以看见仅仅在180年间 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地区 修筑的水利工程不断叠加 以至到最末一帐渔土上 滴 坝 闸 燕 已经交错密布 令人眼花缭乱 古人曾经形象的比喻 黄河水里六成都是沙子 黄河泥沙不断垫高清口 道贯金运河和淮河 造成河道堵塞 难以通航 直到明朝万历年间 主持治理清口的水利官员 潘济逊 想到以水治水的办法 先用堤坝加减黄河河道 使其水流加速 泥沙难以沉淀 再用堤坝抬高上方洪泽湖水位 使湖水冲下清口 冲开被黄河淤积的河道 经过明朝到清朝数百年的治理 作为附属工程的水库 洪泽湖 也由曾经零星的水面 演变成为今天中国的第四大淡水湖 重新回到第一张渔图 可以看出有一个坐标点 从未改变 淮安马头镇 它的南面有一处叫做天飞庙的古迹 曾经出土的很多瓷片碎瓦 足以证明当时水运枢纽的繁荣光景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可以从图中清晰分辨出 一处重要石工低房 今天在它的原址出土了 石工它只是一部分 现在发掘出来也就是两米二高一点 根据我们08年在南边发掘的一段经验 它是高度六米六高 所以我们现在下面它的调室 不止我们看到的三层 它下面还有十到十二层调室 调室下面是木桩 所以如果把它全部揭示出来的话 它是非常壮观的 中国大运河堪称世界上工程最复杂 付出人力物力最多的运河 据统计仅仅在清口地区 像天飞坝这样的水利工程遗迹 还有122处 那是智慧与创造精神的彰显 大运河在这里完成了自然系统人工化的改造 但顺应时势的变化 才是大运河不变的常态 小马来宁波水文栈工作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每天清晨从收集水位水量数据 实时观测水情变化 再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 组成了它每一天的工作内容 古人每当遇到洪水的时候 他就会在那个水面上画一个线来记录当时的水位情况 我们在那个河头中有几个水尺 每天记录水尺上的独树 和它的高层乡下得到当天的水位 这是每天早上我们八点钟必须做的事情 八百年前 宁波城里的人为了能够及时得知城外四乡的水情 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 传说创造水泽杯的官员 首先在石碑上刻画下历史上的洪水水位 代表放水 再画出历史滴水位 代表蓄水 最后将安全水位线划于中间 得意之余又在三行中线手一笔 竟然就成了一个瓶字 只需要一个汉字 水就会告诉你一切 2013年11月的一个周末 杭州拱尘桥上最是热闹的时候 人们都被一阵声响聚焦到了桥头 目光的聚焦点正是缓缓被掉出水面的一尊石雕神兽 拱尘桥边的石雕神兽是为了保护桥铁而设计的 然而这四龙飞龙的神兽究竟是什么来历 让我们追溯运河的历史 找到最早的石雕神兽 是在北京的万宁桥 万宁桥坐落在皇城后门的中轴线上 所以人们都管它叫后门桥 据说它从建成以来就有镇水兽相伴 我们家算是石大海的老户 在这快一百年了吧 已经好几代人了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到这个地方来玩 在石刹海一带生活的老北京 都知道万宁桥镇水兽的传说 说北京城里没发过大水 全是托镇水兽的福 在永久的中国民间传说体系中 龙生了九死 其中一个擅长水性能享水妖 头生鸡脚身体龙鳞 面如狮尾似虎 他便是大运河畔常见的镇水兽巴夏 在大运河许多处桥梁 码头 堤坝 闸口 各种姿态的镇水兽成对蹲守 这些百姓信奉的镇水神兽 仅仅是迷信之物吗 万宁桥这个镇水兽呢 是六个 咱们现在看到两个 桥那边还有两个 在水里边还有两个 就在这个岸的壁上 下边这两个呢 只有一个头 你们看这两个呢 是歪着脑袋往下看 而下边这两个呢 是抬着头往上看 当这个水要高过上边这两个镇水兽的时候 那么就会发洪水了 水位低 要不能低过下边这两个 在他们上下两个 比如说中间的这个水位 是正好循环的水位 从祈福平安 警示水位 再到今天的保护桥体功能 巴夏千年来始终守护在运河两岸 它的作用也随着中国人 对运河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作为运河管理工程的一部分 冰冷冷的石头建筑 就这样注入了人们当下 异于理解的时尚审美情趣 很久以来 运河就成为中国水系的一部分 也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再次聚焦这幅三百年前古地图 中国人利用水的自然规律 所创造的人工运输系统 清晰呈现 在运河的系列工程中 它与自然江河高通交汇 所经地区地形高低起伏 水源分枯不一 这其中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 异常复杂 人工与自然 利用于改造 运河承载着人类无穷的智慧 为了水的流动 航线的贯通 中国人努力了上千年